今天是長假期第二天 有朋友載我們去釣魚 哇 這是鮭魚來的 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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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漂亮了 鮭魚 以下片段可能會引起觀眾不安 這裡要補充多一點 因為其實這條魚就是用來食用的 intent for eating 就不是在玩弄生命的 我當時的心情其實也是很難過的 看著這條魚這樣被一個釣魚的人殺死了 好 應該是你自己 我應該是自己 我幫你 算了 你先喝水 這條魚就很快 好可愛 要拍照的一天 就是要化妝的一天 我的朋友很擅長釣魚 所以他就送了一條魚給我們做紀念 我們拿到這條魚回家的時候 就拿手不成小 因為我們真的很少批魚鱗 之後就拿了這把挖牛油的刀 然後在這裡批魚鱗 我們打開魚肚子的時候就發現兩邊原來是黑色的 我們打開魚肚子的時候就發現兩邊原來是黑色的 那我就不清楚吃不吃得了 但是後來我問過奶奶了 其實她就說這些魚肚子是黑色的 香港的也是很正常的 香港的都是這樣的 打開魚肚子之後 我就看到這裡有一條很長的黑色 其實這條就是魚腸來的 這裡就有很多泥沙要刮走它才好吃 這條魚了 還有這裡兩旁有些黑色的 好像一些蜜水汁一樣 其實是正常的 但是我覺得髒的問題 美觀的問題我都會挑走它 其實我拿來做炸魚的 至於這鍋湯就是另一條魚來的